寺庙 中国是个多宗教的国家 既有土生土长的道教 又有从外国传入的佛教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 道教的建筑称宫或冠 伊斯兰教有清真寺 基督教有教堂 寺庙与佛塔、石窟 则被称为佛教的三大建筑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的布局 大都是正中路前为山门 山门内左右为中古楼 正面为天王殿 后面是大雄宝殿 再后便是藏经楼 正中路左右布置有 僧房、摘堂等建筑 整个寺庙的布局、结构、建造等 都仿照皇帝的宫殿 金碧辉煌、气势庄严 创造出了中国佛教建筑的特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